中国新疆在教育营以提供技术培训为名 关押百万维吾尔人引起了国际关注 如今部分回族穆斯林也开始担心 会步上维吾尔人的后尘 面对中共政府拆清真寺 禁可兰金等种种打压行为 他们惶恐度日 著名回族诗人崔浩欣担忧 中国政府的迫害反而会引发更强烈的反弹 等在前头的恐怕是一场毁灭性的暴力灾害 和新疆维吾尔族不同的是 回族人过着的生活少了一丝矛盾 多了一份自由 在七十年代文化大革命之后 他们多数支持中共政府 以为可以寻得一处安稳 没想到今年八月政府突然宣布 拆除宁夏回族自治区维州大型清真寺 引爆回族人心中不安 回族诗人崔浩欣坦言 担心历史重演 回族穆斯林群体可能遭受迫害 甚至像百万名维吾尔人一样 被关进在教育营进行洗脑 恐惧感日复一日 一点一滴的爬上心头 大部分人是不知道实情的 就是我们 我们现在信息封锁的还是很厉害 大部分人是不知道的 有一些人听到了以后 内心是有恐惧的 也同情 但是他不敢表达自己的这个意见 包括这次这个维州大四事件 当地的人就悄悄地对我说 表面上说是拥护 内心是很厌恶的 有获释的银员透露 在教育营里不只有维吾尔人和哈萨克人 还有一些回族穆斯林 事实上 中共政府打压少数民族早有证兆 在新疆西部以穆斯林为主的地区 处处可见由政府设立的警察检查站和监控摄像头 甚至关闭宗教学校 拆除清真寺 没收可兰金 种种行径无不让人神经紧绷 这个大四的命运肯定和 这个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命运是相一致的 因为现在就是 好像又回到了这个几十年前那个状况 不允许人们这个学习宗教 不允许这个宗教活动 虽然崔浩欣生生抨击中共政府 打压回族穆斯林 让他们活在恐惧的阴影中 但并不是所有神州穆斯林都认同他的说法 北京市牛区有着一个历史悠久的穆斯林聚落 那里依然熙熙攘攘 助力千年的清真寺屹立不倒 对当地的穆斯林而言 中共政府对他们相对包容 并没有任何打压成分 回族穆斯林担心政府加大力度打击族人 每一天都活得小心翼翼 只能祈求政府敞开胸怀 了解世界大统 接受少数民族 把宗教和生活自由还给他们 百分之一 他们吃了 你们没用 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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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